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经事谈第二段 我是David政经委 大家好我是Summer 是进入今天的新闻主题 首先我们来看到是关于 一个理论上来讲是一个航空展 但是呢这个展览的这个结果 却令人感到有一点点非常的特别 对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内容是什么 对说到这个美国B-52轰炸机 这可能会让人们勾起 大家对这个冷战时代回忆的 这个大型轰炸机 那么下周呢是将于这个 会在这个Waiarapa的航展上空亮相 那么Waiarapa的主席就表示说 这是新西兰看到这么大 这么重要军用飞机的罕见机会 如果你想要动力噪音震撼人心的体验 那么这个B-52绝对会满足你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呢 这个是得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把B-52飞机开到了纽西兰的航展上 B-52呢是将于2月23号 也就是周六的下午两点 在湖德机场进行表演 由于它的重量呢 它无法在湖德机场的跑道降落 所以说在从关岛的美国空军基地 飞往澳大利亚的途中 这辆轰炸机呢不会在新西兰着陆 但是会在新西兰的领空内 它将在这个新西兰空军指导下飞行 B-52呢是一种远程亚音速 喷气动力战略轰炸机 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由美国空军操作 那么这个轰炸机呢是有8个发动机 能够携带3.2万公斤的武器 典型的战斗射程呢 是超过了14,080公里 无需空中加油 所以说本次飞行呢 将不携带武器飞越新西兰领空 记忆组织者预计B-52的亮相 将大大推动为期三天的航空展 展期呢将超过2月22号 23号和24号 这个航展呢 每两年会举办一次为期三天 今年呢是第二十届 是的 通过电视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B-52这个叫做 它的全名啊叫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 那当然这一个算算它的岁数呢 在二战之后出产的这架飞机啊 平均每一架飞机的机灵啊 都已经高达超过50岁以上 基本上呢算这个高龄了 高龄非常高龄 因为这个为什么轰炸机 现在大家都比较少听啊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啊 在这个欧洲跟这个日本啊 这个又在德国啊都去丢炸弹 他们发现当时的螺旋桨轰炸机呢 飞得慢飞不高 然后呢容易被高车炮打中 带的炸弹也不多 所以呢当时美国军方啊就要求呢 这个所有的航空空飞行制造公司啊 在二战之后说我要做一架轰炸机 要能飞得高飞得远 这个能够炸弹 射程也很远 比如说要5000公里的半径范围 我要能够飞到同温层啊 高速炮打不到的地方 然后带的炸弹呢要多 速度要快 好在这些条件之下呢 波音公司啊当年就做了一架B-52的原型机 美国军方一看哎呀这个飞机啊厉害 马上就订了740多架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跟苏联呢搞冷战 军备竞赛 那当年呢 砸钱的一个 B-52就用来干嘛 带核弹 它可以带到4.5吨的炸弹 所以带一颗原子弹啊 在它的这个机舱是绰绰有余 所以当年呢 在冷战阶段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所谓核弹轰炸机 就是飞去丢核弹的 因为那时候火箭啊 那个技术还不太好 它一推呢 推不到那个目的地 或者推过了 或者推不准 所以那时候呢 部署就是在B-52上面呢 放了核弹 然后呢到敌人的上方啊 去丢 所以当年呢就有700多架 在亚洲在欧洲啊 各地部署 好 话说啊那是冷战啊 对不对 6070 一直到了现在 那为什么这个B-52呢 突然之间啊 原来是个航空展 老爷机嘛 因为我们这个航空展 历来都是老爷机 什么当年什么飞虎队的啦 P-47那些 那这个老爷机到现在 还有价值吗 花很多钱维修 但是美国这个B-52 它比较敏感是 它突然呢把这些飞机啊 从那个原来在飞机坟场 就对退休啊 它就堆在那里 美国有个内华达州 很干燥 它把那个飞机退役之后呢 通通停放在那边 封存 当需要的时候呢 它就把它开封 那这B-52 因为这几年啊 这个坦白讲就是因为 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产生微妙的时候呢 它把这个存风的B-52 就通通拿出来了 拿出来以后就装引擎啊 什么什么整理啊 修一修啊 这个电子设备升级啊 各方面 所以他曾经笑过嘛 说啊 他这美国飞行员啊 他们家祖孙三代 都开过这些 这一下B-52 B-52 对 所以这个历史悠久啊 他爷爷当年就开过B-52 他爸也开过 那然后呢 他也开 就是跟中国关系 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 他们也开过来 也会每年会做 那不会不会不会 从来不来 从来不来 那B-52都已经退休了 因为那时候后来有 B-1轰炸机 B-2轰炸机 那这个当年啊 B-52出来的时候呢 上战场是在越南战争 他去丢炸弹炸越共 后来呢打过这个波弯战争 那实际上B-52来说 它是比较稳定的飞机 那这些年呢 尤其在2013年 中国呢在东海 画了一个航空识别区 画了以后呢 美国有点挑衅啊 马上叫关岛的两架 B-52轰炸机啊 就飞进中国的东海航空识别区 那种感觉呢 就是说 你说要报备对不对 我就来了 你能怎么样 就那种味道啊 对不对 那当然呢 最近啊 因为中国不在南海 对不对 有很多岛礁吗 对 美国啊 在2018年去了两次 都B-52两架两架 就飞去 我们可能看有点挑衅的意味 对 好 你想纽西兰啊 跟美国啊 在80年代 当时呢 就不对劲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立法禁止所有核动力船只进入纽线的海域 那讲的是谁 就是美国嘛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是只有美国和苏联 对啊 苏联跟我们不好啊 怎么会来我们这里 怎么美国人会来啊 我们那时候就不想卷进啊 美苏的那种万一哪天打仗 那我们不是被卷进去吗 我们就不想站队 所以我们就说 你别来 我情愿跟你翻脸 你帮我降级友好国家 我也不要你来 好 那没想到就在2月23号 这一架 这两架B-52就来到纽西兰上风嘛 转一圈 他也不停下来 说是航空展 但他展示什么 我有办法 如果 这就是我的解读啊 如果你纽西兰有国家 国防上安全问题的时候 我在关岛的B-52轰炸机呢 能够立刻飞到 来救援 有那个味道 有点想要拉朋友选边 让你要选边这样的 意思告诉我 我现在照你 大哥照你 你照的意思 对不对 我挺你 对不对 就那个味道 虽然是航空展 听起来是民间老爷飞机 大家在那里啊 因为平常那个航空展 全是老爷机啊 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双翼机 什么二战啊 这个在中国的飞虎队的P-47 都这些老掉牙的飞机 那B-52呢 是美军现役 在第一线啊 的作战飞机 那这次来绕 那你 你这 这不是很明了吗 对了 对不对 再明白不过了吗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真的是 共襄胜举 你应该派一个 什么更老的 共襄胜举就是应该 每年都来 以前都不来 第一次来 如果是每年都来 就是交流啊 文化交流什么的 你就是这么敏感的时期来 难免会多想来 因为心中关系现在呢 正是那种 就是不太明确的时候 你说真的两边关系不好吗 也没 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你说很好吗 好像又有一点点怪怪的 那这时候呢 B-52突然的出现 他后面特别讲到 美国大使馆的大力协助之下 对不对 美国这种军机啊 现役军机啊 去参加航空展 那很罕见啊 对不对 当然有为了卖武器 对不对 我要把最新的战机啊 去参加航空展 那OK啊 因为我要卖飞机 但B-52 它1962年之后啊 就没制造 现在也不可能买 也不可能卖 对不对 那此时此刻来纽西兰的境内 热耗一下 这个意义啊 就跟当年去东海 航空识别区 去南海岛礁上面绕 是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我一样告诉你 这边是我的 在东海这边 我可以自由进出 南海我也是 纽西兰也一样 对不对 但我们也答应 对不对 我们没说谢谢不必了没 其实我觉得抛开的这种政治来看 大家可以去看看了 又好玩了 我觉得挺不 因为一次都没有来过 而且对于我这种 每次讲到这种新闻 我没有代入感 所以说我挺想要想要去看一看 没问题没问题 我会把地址给你男朋友 抄给我一下 我去 对不对 对他这个航空展是已经二十届了 对啊每一年都有都老飞机啊 是纽西兰这边的还是世界各地的 大部分是这个有一些澳大利亚 有时候美国就是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老爷飞机的玩家 大家呢 以机会有 就像那种有些时候那种摩托车 或者是老爷车之类的 因为这些飞机虽然年份很老 但每个状况都还不错 都精心维修啊 都整理过啊 他们还会有飞行特技表演啊 是 对不对之类的 所以呢这一次呢 这个B-52道 当然让这整个航空展 顿时之间呢 这个等于是冒烟了 这个售门票吗这个 卖票很便宜啦 他就弄一个机场 一个小机场 然后呢降了一堆老爷飞机 你就车子停到旁边 大家拿一个那个野餐布 野餐啊 就那种感觉上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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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种很什么 借一个油就借一个油头 或借一个理由来 野餐一下啊 你就看看飞机啊 这边喝喝汽水啊 吃吃面包这样 是 就是很family的那种那种味道 然后有几个老爷飞机啊 在空中绕一绕 那今年呢 他22 23 24 三天 对不对 23号 他飞过来 啪 过去 对不对 就就只飞那一下 当然是 当然是这一下 让整个局势啊 就有一点味道就不一样了 是 对不对 就像烧菜 你一加醋 这道菜呢 就偏酸了 对不对 不加醋 他就咸的啊 所以呢 这整个感觉来看呢 这一次B52到访 当然官方说 这我们不知道啊 这属于民间活动 但你要知道 美国现役军机啊 如果要去参加这种活动 坦白讲不是大使啊 打个电话去关岛 说Captain啊 你把飞机来绕一下 因为我在这边当大使 那可不是啊 大使要跟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要跟国防部报告 国防部呢 要跟参谋总长会议室啊 在五角大厦 他们要去报告 大家研判一下 会不会太敏感 就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 因为有的时候啊 这个飞机军机是不能乱飞 没事到时候会有事啊 对不对 但有事的时候呢 我们都说 他觉得更有事 国家之间这么敏感的时机 可能会尽量的避嫌 但是不仅没有避嫌 还通知大家说 还在新西兰上空领域 你们来看 还说我要来了 对不对啊 那当然呢 他在航空展会低空通过 相对而言呢 他大概也会慢慢的 沿着飞过奥克兰 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 再飞到威灵顿 再绕一圈 再经过航空展 再慢慢离开 因为他可以飞得慢 也可以飞得快 他最快可以时速啊 就跟我们的航空客机一样 到每小时1000公里 但他也可以慢到 正常省油的巡航 每小时大概四五百公里 就慢慢飞 但是为了要通过航空展 对不对 要让大家拍照 告诉所有的媒体说 你看我B52呢 这个手可以伸到这边 对不对 所以在心中关系啊 现在比较微妙的时候呢 也让人不免会有 比较一些联想 对很正常啊 这个我们猜想一想 也都很正常 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 是对心中关系 正在那种不太明确的时候呢 你这个突然B52的到访 让这个后面的这个局势啊 你又说本来我们之前 心中旅游年的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不承认啊 说我们跟中国关系很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突然跟美国 好像贴上去 那他就那很 现在就是逐渐的明朗 可能我们要方向啊什么的 往哪边靠 如果有些的军方没有批准 军机是不能随便入境的 对 对不对 他一定是特准 双方不知道谈了多久 最后好 那B52要来绕一下 找个明目 航空仔 好飞一下 这种又不是两个小朋友的玩具 你借我玩 我借你玩的这种性质 复杂 背后 够复杂了吧 对不对 听你这样讲就觉得 他那个跑道啊 那个飞机场 纽线的飞机场 实际上太短太小 这种大飞机啊 他跑道要很长 所以呢而且重量他很重嘛 他不能降 他一降他起不来了 所以他是直接从关岛那边 就一直就是这样飞 他绕一圈 绕一圈 大家来讲呢 他的回程啊 可能要空中加油 对 他的行程是 还蛮长的 一万 对 一万四千零八十公里 这是他的 对不对 这一定要 因为他的巡航 作战半径是五千公里 所以如果他不在任何地方降落 他就会有空中加油机啊 伴随 然后这个轰炸机呢 一般呢 这个为了他的飞行安全啊 他有的时候还会有战斗机啊 护航 所以你看看他出来绝对不是说 我们今天 一下 就顺便经过去去一下 他是一个 就像一个作战计划演习一样 非常的慎重哦 有空中加油机配合 有这个战斗机护航 还有这个轰炸机啊 这个低空飞过 所以啊 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很敏感 但是到底心中关系啊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昨天Winston Peters说啊 他要去中国了 对 什么时候去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告诉大家 一会见 一会见 我们下期见